好 大家好 我们下面就介绍一下 这个组合数学 它的那个内容 这个大概是这几个块啊 大家都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了 先是组合存在性问题 接着就是组合技术的基本的方法 包括它的技术模型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技术方法 还有一些技术定理 最后是组合的 它的最优化和枚举问题 我们重点是放在第二部分 就是它的这个技术模型 基础我们先讨论的是 这个存在性问题 快一点吧 谢谢大家 在介绍这个存在性定理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组合数学的主要技巧 因为作为组合数学来讲 它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前面讲的代数结构部分不太一样 它这里边有很多技巧性的东西 我们先把它的主要的方法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第一个方法就是依对应 第二个方法就是数学归纳法 第三个方法就在确定某些个组合数的值的时候 我们往往采用这个上下界逼近的方法 我们先把这些方法介绍一下 这个依对应的思想呢 就是说我们把某一种技术转变成另外一种技术 然后这两个技术的方法它的个数是一样多的 这样我们通过这种对应的方法 就可以把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把它算出来 像这里边是一个立方体 它的边长都是三的一个立方体 我们希望把它切割成边长是一的小立方体 这样可以切出27个 问一问应该切几次才可以完成这个切格 希望找到那个最少的这个切格次数 当然你可以就按照我们书上 就这个图上画的这个线来切 比如说这个方向就是从上到下的 这样可以切两次 然后沿着这个方向 这个横的这个平行的方向 也可以切两次向下 然后你沿着这个就是水平面 按照平面向平行的方向 我也可以切两次 这样六次就可以把它切出来 切出27个小的立方体 如果我们切完以后呢 这些小的立方体是可以移动的 就是说我我刚才切的时候 这个大的立方体是不动的 我就一直这样切下去 也可以说我切完以后 把这两个切下来的两块 我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然后我来再切下一刀 如果允许这样动作的话 你能不能有更少的刀 就可以切更少的次数 就可以把这个切出来 这个我们可以证明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你最少也要切六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考虑 就是最中心的那个小立方体 因为这是27个啊 它有一个最中心的小立方体 那个小立方体 它的六个面全部是切出来的 它不是原来的外面的这个表面 所以它这六个面要切出来的时候 你不可能切一刀出来两个面 这种情况下 你的切的刀数不应该少于等于它的面数 因此它既然有六个面需要切 我每次只能切出一个面出来 因此这个切法 无论你怎么移动这些个立方体 它也需要切六次 这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一一对应的办法 这个对应是什么对应呢 就是这个最中心的那个小立方体的那个面 和你切隔的次数是对应的 有这个对应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切六次 这是一个最少的次数 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这个比赛 咱们有N个人了 最后需要比出一个冠军出来 问你最少需要比多少次 两个人比一次 如果被淘汰以后 就不能够再继续进行比赛了 就要出局了 按照这样的设计办法需要比多少次 这个问题呢 你可以先是两两一组分组 就像体育比赛一样 然后每组得胜的进入下一轮 再继续分组 还是两两一组再进行比赛 这样到最后 比到最后就剩两个人了 这样再比赛得胜的 就是这个冠军了 按照这种方法 你可以计算出来 它的结果应该是N减一次 那么有没有可能 比这个次数更少呢 这个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把比赛的次数 和淘汰的人数建立对应关系 因为你最后只能产生一个冠军 所以我要从N个人中 要淘汰掉N减一个人 如果我一场比赛 能够淘汰两个以上的人 那我的比赛场数 应该有可能小于这个 这个被淘汰的人数 但是现在根据比赛规则呢 一场比赛只能淘汰一个人 因此我要淘汰掉N减一个人 最后只剩下一个冠军 所以至少要进行N减一次的比赛 那么根据这个分析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N减一次 就是一个最少的比赛次数 而且我们也有一种比赛的方法 就是两两分组的方法 可以做到用N减一次比赛 就可以产生这个冠军 所以这个N减一呢 是一个可以实现的这样一个次数 而且它是一个最少的次数 在这两个问题的分析中 我们发现它有共同的思想 一个是一一对应 我把这个要求解的这个技术 转变成一个另外问题的技术 而另外一个问题的技术 是一个非常显然的结果 这是第一个思想 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思想 得到了两个下界 就是相当于这个的次数 至少要切N减一次 切这个六次 而这个比赛的场数 至少要进行N减一次 这是得了两个下界 然后我们给出了一种切法 这个切法就相当于一个上界 我存在着这样的切法 它切六次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这相当于给出 切法次数的一个上界 这个比赛也是 我两两分组的 你去进行分析 它可以做到是N减一次 可以产生这个冠军 所以这也是相当于 给出一个上界 因此我在确定最后的 一个最少的次数的时候 是上下界正好相等 所以这里边也体现了 这个上下界逼近的思想 那么我们把这种思想 用到求解具体的组合问题的时候 它就要和实际问题的技术 要和一个技术模型 建立一一对应 我们所讲到的技术模型 可以有下面这几个技术模型 包括选取 包括不定方程的解 非降路径 整数的拆分 以及放球问题 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 组合技术模型 很多实际问题 都可以跟这样的模型 建立一一对应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模型 相关的公式和方法拿过来 来求解这个实际问题 这是我们所讲的 第一个解题的技巧 就是建立一一对应 第二个在组合问题中常用的方法 是数学归纳法 这个通常是用在证明中 这个数学归纳法 需要描述一个和自然数相关的命题 比如这个命题 我们记作Pn 这个n是自然数 至于这个n 从等于几开始 这个根据不同的问题 可以设定它的最小的值 一般情况下可以从0开始 有的可以从正整数1开始 甚至有的从某一个n0 正数n0开始都可以 然后我们证明的时候 数学归纳法大致分成两个步骤 一个是证明一个归纳基础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从0开始 那就是说P0为真 就是P这个命题 当n等于0的时候 是一个真命题 也就是P0为真 然后我们的归纳步骤呢 是比如说 我们是第一归纳法 那就是Pn来推 Pn加1 就是当这个命题 对n为真的时候 我们来推出来 它对n加1为真 然后我们从这个基础开始 不断地迭代 使用它这个归纳步骤 就可以说明 这个命题 对所有的自然数都为真 在这里面有两个数学归纳法 第一个归纳法呢 就是在归纳步骤方面 它是从Pn推 Pn加1 那么第二数学归纳法呢 它是说 假设对一切小于n的k为真 我来推Pn为真 是这样的一个命题 那相当于我们的归纳基础 假设我们还是从零开始 那么Pn为真 这是归纳基础 然后它的归纳步骤呢 是什么呢 就是 它相当于这样一个归纳步骤 所有小于n的都为真 那所有小于n的就从P0 P1 一直到Pn-1 全部都为真 然后我们来推Pn为真 所以这个归纳步骤的前提 比那个第一归纳法要强 就是它相当于 整个这些个条件下都为真 我来推Pn为真 那这个推理过程呢 我也可以从归纳基础开始 不断地迭代使用这个第二步 那么由P0为真 我就可以推出P1为真 因为比一小的只有零 所以我利用这个步骤 可以推出P1为真 然后我再利用P0和P1为真 我可以推P2为真 接着P0 P1 P2为真 我可以推P3为真 所以它可以这样不断地迭代下去 也可以证明对所有的自然数 这个命题都是真的 这是第二归纳法 因为在第一归纳法呢 它必须就是增加1的这样来递推 而这个呢比较灵活 它可以从更小的这些个为真 来推出N 就是N为真 或者N加1为真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推理 因为有的时候 你在把原始问题 归约成更小的子问题的时候 这个子问题的大小 不恰恰好 比原问题小1 那么我们第一归纳法呢 就是说 我只是恰恰好小1的来推理 而这个呢是可以用到更小的问题的为真 我可以推出大的问题为真 所以这个第二归纳法也是非常有用的 在很多问题上都会用到 那么数学归纳法还可以推广 因为在组合中碰到这样的问题 它里边可能出现两个自然数 M和N 就这个命题里面有两个参数 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指定其中的某个自然数 就任意给定 比如说我任意给定M M可以是任意大小的自然数都可以 但是它是给定的 然后我对N来进行归纳 由于你M是任意给定的呢 当你对N归纳证完了以后 那这个命题呢 也可以是对MN 这个所有的自然数的情况都为真 这是一种证明的方法 就是任意先指定一个 然后我对另一个进行归纳 这个地方注意是任意给定 就是它可以等于任意大小的自然数 另外我也可能使用这个多重归纳的方法 就是说我这里就有归纳基础 就是其中某一个自然数为0 比如说M等于0 这个N一撇是任意的大小 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命题为真 然后我也可以说明在另一个基础 就是N等于0的时候 这个M任意大 这个命题也为真 在这种情况下命题都为真 这个作为归纳基础 就是其中某一个参数等于0 然后我归纳步骤呢 由M-1N在这个位置命题为真 和M-1位置命题为真 我来推MN命题为真 所以发现这两个M 这两个参数的和 比这个参数的和恰好小1 就是在这个作为归纳假设的前提 这个作为它的结论 所以这个步骤叫做归纳步骤 这种也是推广的数学归纳法 相当于我是对两个参数的来进行归纳 那么这个归纳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图来 把它的思想说明一下 那如果一个参数为真的话 它对应的是坐标系上的 这上面的点 是吧 这个是相当于X等于0嘛 对所有的自然数Y 这些个点上的命题都为真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方向相当于Y都为0 然后X任意的自然数 就在这上面所有的点为真 那这两条相当于我们刚才讲的归纳基础 然后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我们利用这些个点来推出 对中间的这些个部分都为真 那就是说我们的归纳步骤是说 有两个点为真的话 那么比它多一的那些个点可以证出来 这是第二个方向 然后我们由这两个都为真 利用归纳步骤可以证出对它来讲为真 那就是说在这条斜线上的都为真了 然后我们利用这条斜线上的点为真 来证下一条斜线上的 也就是说可以证出这两个点为真 然后当这一条斜线上为真以后 我们再可以向上继续推 所以这样推的话 可以证在整个这四分之一的平面上 这个向线里面 所有的一对自然数 这个命题都是为真的 这是这个多重归纳的思想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上下界逼近 刚才的两个例题也体现了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想确定某个值 或者确定某个函数的阶 就是说这个函数是什么量级的函数 往往是采用上下界逼近的思想 我先证明这个值的一个上界 正像刚才我那个切那个立方体一样 我先给出一种切法 那就是说切六次可以做到 这六就是一个上界 然后我来证明 切法的不能小于多少 就是它的下界 我们通过一一对应的思想 说明这个切的次数不能小于六 就是至少要切六次 这就是下界 正好这个上界和下界的值相等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实实在在存在这样一种切法 它是切六次 而且这是一个最少的切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确定某些个组合数 或者确定某个函数的阶 常用的方法 就是这种上下界逼近 因此在这个组合数据中 经常是这样做的 像有很多组合数的确定 到现在为止 某些个得到了它的精确的值 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得到的 而有些个 现在上界和下界还不相等 就是说明到底这个值 是在中间的这个区域里边 到底等于哪一个值 现在还是个未知的问题 有很多的组合技术 现在处于这种状态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上下界逼近的例子 这个就是一个RAM奇数 后边我们会看到的这个技术 用红蓝两种颜色 对任意的KN进行涂色 对它的边 KN就是完全N边形了 就是这个完全的N阶的一个图 对它的边进行涂色 N至少是多少 才能在涂色中 出现一个红色的三角形 或者一个蓝色的三角形 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应该是等于6 就是你只要任意 给出一个6边形 它就可以对它的边涂色 不管你怎么涂 总可以或者有一个蓝的三角形 或者有一个红的三角形 下面我们就来证明 证明这个值一定是小于等于6 证明它的上界 上界我们先看到 它一个顶点是关联着五条边的 因为它是个六边形了 六边形的话有六个点 一个六边形 我有一个顶点 应该是有五条相关联的边 这五条边里边 必须用两种颜色来涂 红的或者蓝的 那五条边要涂两种颜色 起码有同种颜色的边 应该是有三条 至少有三条 因为它五条边分成两种颜色 应该有一条边的颜色 应该至少要大于等于三 那么我们假定 这个顶点关联的 有三条边是红色的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考察对应的这三个端点 这三个端点 如果的边都是蓝的 那在这种涂色方案中 就出现了一个蓝的三角形 如果这底下这三条边 有一条红边 这条红边就和刚才 这个顶点的两条触发的边 构成一个红色的三角形 所以你只要 有一个顶点 要是出现有三条以上的红边 我就可以证明 这个配置是存在的 那如果要是三条蓝边呢 跟这个正法是类似的证明 也可以存在 一个蓝色的三角形 或者一个红色的三角形 所以只要是六个顶点 就没有问题 因为六个顶点的话 从一个顶点触发的边 至少是五 就应该是五条 这五条里至少有三条红色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个结论了 那这个六就是一个上界 就是说 这个N多大呢 N等于六 可以做到这样的结果 那N等于七的话 更没有问题了 对吧 因为六都可以做到 要是七个顶点的话 那就更可以做到了 但是我们知道 比这个小行不行 我五个顶点行不行 五个顶点不行 我们可以举出这样一个反例 这就是五个顶点 我们对它的所有边涂色 如果我外边都涂红的 里边都涂蓝的 这个涂色方案 它没有蓝色的三角形 也没有红色的三角形 所以五个顶点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样就证明了这个值 只能等于六 因为它是通过这个反例 证明它大于五 而通过刚才的证明 这个证明 说明它小于等于六 因此这个值 N应该是等于六 我们就证出来了 这就是上下界逼近的方法 这个值就是后面我们看到的 Ram奇数 R33等于六 这个三表示 在涂色方案中 至少有三条边的一个 完全多边形 就是三角形 蓝色的 然后有一个红色的 也是三条边的 那时候红色的三角形 满足这个要求的 这个顶点数 至少是六 就是我们这个值 正好是等于六 确定了这个Ram奇数的值 下面我们就来 介绍这个组合存在性定理 刚才我们是讲了一下 这个组合数学的 这个基本的一些常用的方法 它的技巧 用这些技巧 我们先来解决 它的存在性问题 组合存在性定理呢 有三条主要的定理 第一条是有线偏续极的分解定理 我想这个定理在集合论应该学过 就是作为这个偏续极 它的最大链的长度是N的话 那么偏续极至少可以分解成N条不相交的反链 我们随便画一个偏续极吧 如果这是一个偏续结构的偏续极 我们看到它最大链的长度是三 一条两条三条边 那就是说这个偏续极至少可以分解成 就是说最少的反链是三条 你分的多没问题 因为我每个节点自身就可以构成一个反链 对吧 你分的多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分的比三条再少 我分两条反链做不到 那这是怎么分呢 我就先把它的所有的极大圆都拿走 那就第一次拿走就是这些个节点 加上这个节点 对吧 这个是极大圆拿走 拿走以后这就是第一条反链 因为彼此之间都没有关联 这样的就是反链 对吧 就是互相之间不可比的 因此这第一条反链拿走了 拿走以后我就从这个途中 把这些个节点删除掉 删除掉以后接着我们就考虑第二条反链 那就是剩下的又会出现新的极大圆 那些个极大圆就可以放在第二条反链里面 所以按照这样的办法 如果链的长度是三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链长度应该是四了 因为它正好是链上含有四个顶点 所以它可以分解成四个反链 那就每次我就都把极大圆拿走 拿走以后剩下的这个图 我再把极大圆拿走 然后我再把极大圆拿走 这样分四步我就可以把它分解完成 这就是这个片域级的分解定理 这个有一个最偶的定理也是分解 就是最大反链的长度是n的话 片域级最少可以分解成n条不相交的链 这是另外一个跟它对偶的一个定理 这也是片域级的分解定理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组合存在性定理 这个在极客论中应该学过了 下面第二个重要的存在性定理 就是RAMC定理 RAMC定理呢 我们看到它是割超原理的一个推广 这个推广呢 它实际上也是判定某种组合配置的存在性 这是我们这个课程中所要介绍的 第三个相议代表性的存在定理呢 这个在图论应该学过 叫浩尔定理 就是说它是一个二部图 这个图 这个图由它的节点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X集合 一个是Y集合 这是两部分的节点 然后它的关联都是这种边 它的边都是X内部的没有边 Y的内部没有边 边都是从X节点连到Y节点的这种边 这种叫二部图 那么在二部图里存在一个完备的匹配 也就是说 我这里边的每个节点 在这边都可以找到和它匹配的节点 就是这边的节点都被匹配上了 这个叫做完备的匹配 如果存在完备匹配的条件呢 就是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子集 它所对应的节点数 应该不比这个子集的元素数少 每个子集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它就存在一个完备的匹配 这个定理就是浩尔定理 应该在图论中学过的 讲匹配的时候 这个也是组合学 就是说保证这个匹配存在的 一个充分比较条件 这也是组合学的一个重要的存在性定理 这个定理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那么这两个定理呢 等于在前面的理散数学课都学过了 所以我们重点就介绍这个 卫姆奇定理就可以了 卫姆奇定理呢 简单的形式就是割超原理 然后我们在割超原理的基础上 把它推广 推广成这个卫姆奇定理 然后介绍一下 有关卫姆奇数的一些结果 和它的应用 割超原理 这个在中学可能很多同学都学过了 就是它是一个配置 实际上讲的是多对少这样的配置 n加一个物体放到n个盒子里 那么一定有一个盒子 至少含有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物体 就是如果一个两个配置中不相等 一个多的配置到少的模式中去 那么会有多种这个配置的 它选择同一个模式 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对少的 这种对应中一定会有存在的 至少两个对一个的情况 这个原理比较简单 但是用起来呢很灵活 就是你要拿到实际问题 要把它对应成哪些个是物体 哪些个是盒子 然后是整好物体数 要比盒子数至少多一个 要存在这样的对应才行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证明在边长为二的正方形中放五个点 一定存在两个点的距离小于一 这五个点我们可以看作是配置 就五个点的位置放置 这是它的配置 那么它落到什么地方去 有哪些可能的模式 就是说有哪些个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盒子 我把这个二的边长为二的正方形分成四个小的正方形 每个边长都是一 这每个小正方形就相当于我们的盒子 这五个点就是物体 那当把这个五个点放到四个三角形里面去 会有两个落到同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三角形的边长是一 所以这个两个点的距离应该是小于一的 第二个例子 九乘三的方格用黑白两种颜色涂色 一定有两列涂色方案相同 我们先把可能的涂色方案把它每举出来 这是九乘三的方格 然后我们用黑白两种颜色来涂色 这个涂的时候 我们根据每个方格 白黑两种可能 那么三个方格组合起来 就是二乘二乘二八种可能 我们就把这八种可能都列出来了 这就是所有的盒子 每一个涂色的方案 它就是相当一种模式 涂色的一种模式 一共有八种可能的模式 但是我是九列九个方格 九个方格匹配这八种模式 肯定有两个列 它是同样的模式 所以它涂色方案是相同的 空间中有九个格点 证明所有两点连线的终点 有一个是格点 我们先看看什么样的两个点 它的连线的终点 可能是格点 格点就是取整数的 我们看到 如果把这个每个点的空间坐标描绘出来 XYZ 这是X一撇 Y一撇 Z一撇 如果这两个对应的机偶性都一样 就是X跟X一撇 同位基数或者同位偶数 Y和Y一撇 同位基数或同位偶数 Z和Z一撇 同位基数或者同位偶数 这个时候 它们连线的终点 那个坐标就是整数 因为它的连线终点的坐标 满足下面的公式 所以当机偶性相同的时候 这几个值都是整数 那下面我们就看一看 到底有哪些个机偶性的配置 哪些有可能的模式 这个模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两个同基 它两个同偶 就是每个XX一撇 可以同基或者同偶 有两种可能的配置 那么Y和Y一撇 也是同基同偶 两种可能的配置 Z和Z一撇也是 所以一共八种可能的配置 但是我是九个个点 所以一定会有两个格点的 基偶模式是一样的 一样的话 它们的连线的终点 就是格点 下面一个问题 这里有三个七位的二进质数 我们这里是三个七位的二进质数 证明存在着一个整数 使得下列之一必然成立 就是DI和DG的A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 A2和B2一样 然后A6和B6一样 就是说 这四个值都是一样 那这个时候 I可以等于2 G比如说等于6 那就是A2 B2一样 A6 B6一样 可能会这种情况 也可能是A和C的某个位 这边某个位 它们是一样的 或者是B和C的某个位 或某个位是一样的 那我把这个用一个图形来表示出来 这个是A的七个位 这是B的七个位 这是C的七个位 我假定这里边是用01 二进质数 用01来填写这些个位 像现在这个图 就是这个A的B的第二位 跟A和B的第七位都是一 大家是一样的 这个可以看成一个小的巨型 巨型的最边上的四个角的 这两个值是一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是A的和C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型的四个角的值一样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里边有多少种可能的模式 我们把这个模式把它记一下 如果两个都是0 就是A和B的都是0 1和2 这个是第一行 第二行 这两个都是0的 我们记作第一和第二都是0 这是一种模式 然后这两个都是1的 这个地方可以0可以1 这是第二种模式 然后第一个和第三行 这两个都是0的 这是第三种模式 这两个都是1的 第四种模式 然后第二行第三行都0的 这个模式 这两个都是1的 是一个模式 所以只有六种可能的模式 但是我现在七个位 七个位 我每个位的01的填法 只有这六种可能的模式 因此一定会有两个是一样的 就是有这样两个列 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就意味着它这四个角 四个角的这个值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看一些和数相关的问题 在1到2n的这些个正整数中 我认取n加一个数 至少有一对数 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倍数 我们把这些个数 先把它表达成除以2的 不断除以2 会得到一个2的密 最后剩下一个奇数 就是这里边的任何一个数 我可以让它来除以2 不断的除2 直到最后剩下一个奇数的因子 所以它可以写成2的密 乘一个奇数因子 当然这个密有可能是2的零次密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把这1到2n 一共2n的数 都可以表达成这种格式 用一个奇数乘以一个2的密 那1到2n中 一共有多少个可能的奇数呢 一共只有n个奇数 1 3 5 7 9等等 一直到2n减1 可以有n个奇数 那我表达成这n加一个数 因为我要取n加一个数 所以这n加一个数里边的 这个奇数部分 只有可能n种取值 把这个取值 可以看作合字 然后每个数的右边的 这个奇数成分 这个是物体 所以这个奇数的个数 是n加一个 但是它只有n种可能的取值 因此会有两个奇数部分 是相等的 我们把这两个数 记作第2个数和第2个数 它的后边的奇数部分 这两个值相等 这两个值相等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中一个数 是另外一个数的倍数 就是它的偶数部分 是可以整好一个是另一个的倍数 奇数部分又相等 所以这里边的 如果AI大 A界小的话 那么AI就是A界的倍数 这就证明了这个结果 我们发现 你要处理这个 有关数的问题的时候 往往要把这个数要分解 或者把这个数 除以某个数取余数 把它的余数部分 可以考虑作为这个方案的模式 作为这些模式 或者把它分解以后 这个奇数部分作为模式 然后我们再考虑 它的个数比这个模式数要多 所以多对少的对应的时候 会有出现至少两个对一个的结果 下面我们看这个问题 n加一个小于等于rn的正整数中 必有两个数 互数 互数就是最大公约数等于1了 首先我们先证明一个简单的结果 相邻的两个数是互数的 如果不是 假定P是K和K加1的公因子 K和K加1是相邻的两个数 P是它们的公因子 而且这个P是大于1的小于K的这样一个值 这是一个如果它不互数的话 一定会存在着大于1的这样的公因子 那我就把K表达成P乘Qi的形式 把这个K加1表达成P乘Q界的形式 因为这个P是它的公因子了 所以它可以这样表示 表示完了我就把这个K带进来 就是PQi加1就是K加1了 等于PQ界 然后我就把这个含有P的部分都移到一边 移到一边以后 就是变成P乘以Q界减较Qi等于1 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P是大于1的 而这个QiQ界都是整数 所以这两个乘起来等于1 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可见相邻的两个数 是不可能有大于1的公因子 它是互数的 有了这个结果以后 我就把这2n 2n的数我两两分成一组 相邻的在一组 121组 34在一组 最后是2n减1和2n在一个组 这分成了n个组 那我要认取n加一个数 相当于我取的这个数 和它对应的所在的那个组 这个是多对少的对应 因此会有两个数取自同一个组 取自同一个组的话 这两个数一定是相邻的 相邻的 因此它是互数的 下面我们再看 这个也是跟整除相关的 这是m个正整数 证明一定存在着中间的某一段 就是从ak加到al 我连续的中间选取一段 一定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段 这些这个段里的所有数加起来 一定是m的倍数 一定会有这个结果 这个要做的时候 我们不能直接从这个数本身出发 要做一个部分的和 第一个数本身作为第一个和 然后前两个数作为第二个和 前三个数作为第三个和 一直到所有的数作为第m个和 做这样的部分和 做完了以后 我们用这些个s 这些个和来除以m 考虑它的余数 因为这是跟整除有关的问题 每一个有一个余数 这个余数里边 是个数是m个余数除出来 有m个余数 那么这m个余数 有多少种可能的取值呢 如果除以m的话 这个余数恰恰好有m个取值 0 1 2 一直到m减1 有m个取值 如果中间恰好有一个余数是0 那好吧 那正好就是针对这个余数的那个部分和 它正好被m整除 这就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段了 已经满足要求了 如果没有余数等于0 那相当于我 m个余数 只有m减1种取值 必有两个余数相等 比如说 由第2个余数和第界个余数 这两个相等 解是大于i的 就是从第2个余数 后边一个第界个余数 这两个相等 那我把这两个合一减 剩下的部分正好是 对应了这里边一个连续的段 这个段 余数 这两个余数相等 它减了以后 正好除以m的余数就是0了 所以它可以被m整除 这个命题也正出来了 凡是碰到这种 跟整除相关的问题 往往要考虑这个余数 通过它来寻找那个模式 下面一个例子 这里边都是4 连续的4 这一共多少个4 第一个是一个4 两个4 最后一项是1997个4 证明这里边有一个数 可以被1996整除 我们把这1997个数 把它记作A1A2 A1997 A1就是这个4 A2就是这个44 这样的 把它记下来 然后由于它是有整除问题 我们考虑这些个数 除以1996的余数 这个余数我们记作 I1I2I1997 一共1997个数 那么除以1996的余数呢 它可能的取值 是1996个可能的取值 对吧 所以必有两个余数相等 有IK或者IJ 这个K和J是K小于J的 必有这两个余数相等 那么这两个余数一相等 对应的那两个数的差 就可以被1996整除了 也就是A借 减掉AK 可以被1996整除 下面我们看看 这两个数减完了以后 是个什么样的数 这个数是含有借个4 这个数含有K个4 借比K大 是吧 所以它减完了以后 后边的部分是0 前边剩下的还有4 有多少个4呢 恰好是借减K个4 后边有多少个0呢 正好是K个0 所以这两个的差 可以写成 前面这么多个4 乘以10的K次方 因为后边正好多K个0嘛 那前面这个 借减K个4 就是这里边的一个数 正好是借减K 那个下标对应的数 那么这个数 它能不能被1996整除呢 我们来看一看 它可以做到 因为正好1996分解成4 乘以499 而499是个素数 素数这个10的K次方 它是不可能被499整除的 所以如果这两个的差 能够被1996整除的话 那499一定可以整除 它前边的这个部分 就是整除A的借减K 而A的借减K呢 也可以被4整除 因为它是由全部由4构成的 所以A的借减K这个数 既可以被499整除 也可以被4整除 所以这个数可以被1996整除 这正是这里边的 第一借减K的数 这就证明了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结果 所以通过刚才这个些题目啊 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多对少的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呢 我们只要找到 谁是物体 谁是模式 物体比模式数要多 通过割超原理会有多对一的对应 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出相关的结果 这个割超原理可以推广到一般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假定是有N个正整数 然后我们把Q1加Q2加QN 减掉N加一个物体 要是放到N个盒子里 那么第一个盒子就至少包含了Q1个物体 或者是这个情况 或者第二个盒子至少包含了Q2个物体 或者第一个盒子至少包含了QN个物体 就是说这N种可能性至少成立其一 至少有一个会成立 如果我把这些个Q都等于2的时候 都等于2的时候 那加起来前面正好是2N 减掉N加1 正好是N加一个物体 放到N个盒子里 或者第一个盒子有两个物体 或者第二个盒子有两个物体 一直到或者DN个盒子有两个物体 正是我们刚才的那个简单的隔潮原理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简单的隔潮原理 相当于这个推广情况的 Q1等于Q2 一直到QN都等于2的这个特例情况 好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